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让他无限的膨胀影响到自己的人生呢?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知道 但在气头上又有几个人能把脾气压下去呢? 记得 发脾气是本性 把脾气收起来这才是本事 没错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变成互相伤害 甚至造成社会暴动 国家分裂的大事 你只欠我一个道歉 你曾经认识这次 后来的单周 你会说明天 凡夜 你会在三个夜 我被伤到你身边的保留 你不是做法吗? 那些人都不可能 那些人都不可能 其实生气只是一种选择 当你碰到不开心的事情时 你是可以选择不要生气的 虽然有些难度 但却是真的 举例 如果今天我被二楼阳台流下来的水碰到 我当然也是会不开心 气冲冲的跑到二楼去理论 没想到开门的是 馆长 我当下马上泄气 什么屁也不敢放 看一下 这一段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你看 是不是 我们应该跟道歉哥学学 好好的道歉 就可以免于一场灾难 哈哈 但 如果今天开门是一位可爱的小妹妹 这种情况 也很难让人气得下去 我应该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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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让人气 столько人 是不是? 這影片說不定人美真好 不是啦 是! 生氣真的只是一種選擇 本故事其實很有意思 她藉由路上誰都可以遇到的小摩擦開始 演變成雙方都不讓步 就有如雪球越滾越大 最後帶入了種族與國家的議題 以至于延伸出更多的暴力与摩擦 故事诈听下是荒谬无比的 但却又非常地深刻写实 故事成功地挑起人心中的仇恨 在我小的时候听过一句话 那使得我不理解 就是什么事情扯上政治都会变得复杂难解 我心想对就对 错就是错 哪有什么会复杂难解的 渐渐地长大后才真的明白 这句话真的有他的道理 就拿前阵子两讲林情被剖弃的事件 就让台湾争吵不休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有心人士又把历史拿出来 打做文章 成了这时候排行榜第一名的争议话题 因为这个层面牵扯得很广 所以真的讲不清楚 因为不同颜色就会造成不同的解读 但小编我当然不认为 婆戏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 如果大家都用婆戏来沟通的话 那多不环保啊 这样会让游戏缺货的 您说是吧 回到故事中 产生摩擦的两人 一个是正直不懂变通的巴勒斯坦人 一位是脾气活泡的黎巴嫩人 两巴因为种族的情节 并有各自过去历史伤痛的情况下 所以谁都不肯相让 导致一位使用言语上的暴力 另一位气不过的 则使用了肢体上的暴力 虽然双方都因此使用了 不同形态的暴力行为 但就以常理而言 出手打人的人 当然就是不对的行为 因此而被提告 不过法官一审下 认为被打的原告很有事 别人只是把你家中 不合规定的水管修缮 你不感谢还破坏掉 甚至拿了人种来做文章 并且的公然侮辱对方 法官认为此事太过于小题大作 因此判双方都无罪 被打的当然不爽 于是找了律师再度上述提告 律师为了胜利 无所不用其极 挖了对方的一堆过去来迎战 但谁没过去 双方开始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 互结长疤 互相折怪 把历史与人种议题都扯进来吵 两人的生活与家庭也都被影响 掩蔽到最后 双方都有大批的拥护者 法庭内争吵 法庭外也到处示威 用暴力诉求 大规模的抗争不断 媒体政客也抓准了立场 大作文章 眼看都要发动两族之间的战争了 但大家似乎都忘了 原本只是阳台水管 不符合规定的小事情而已啊 现在弄到举国上下草木皆兵 就连总统都出面调停 还以为是多大的事情 就只是为了一句道歉而已 故事很巧妙的 一层一层的将观众拉入事件的核心 观众会随着两边的律师 精彩的攻防摇摆立场 好像这边说的有道理 另外一边似乎也没错 就像剧中人的心境一样 大家都希望可以看到最后 这个影响全国历史性的判决 所以观众不知觉的 也陷入了这场斗争的漩涡中 无法自拔 但忘了 小事是可以话无的 只要双方和解 事情就不用闹哒 故事的最后 仿佛大家也都被典型了 明白了 人与人相处 本来就应该互相体谅 互相尊重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才会海过天空 毕竟 生命中令人抓狂的小事何其多 若都要逐一计较 那人生会有多累啊 片中两位主角都演出了入目三分 卡梅尔巴萨也因为本剧 夺下威尼斯的影帝 因为本身生产环境的关系 自幼就受到种族上不平等的待遇 甚至争取公民权益时被逮捕入狱 这样的背景下来演出这个角色 更让人有感 电影在上映时 也被一群强烈不满的巴勒斯坦人干扰上映 因此无法顺利的播放 这些插曲 也更能凸显出他们的社会 暗藏着巨大又难解的种族议题 而本故事有趣的是 是由导演的亲身经历改变而成的 原本就真的只是水管大的事情 演变成真正不休又难以收拾的麻烦事 因此成了他创作的灵感 由于导演的父母亲就是法官与律师 所以在剧中的法律攻防战 精准又犀利地捕捉社会的问题 种族的情节 剧情也峰回路转 层层堆叠扣人心弦 富有寓意 最后成功的入围 也是该国第一次被奥斯卡提名的最佳外语片 代表国家去参赛 口碑好评不断 成了一部错过可惜的神片啊 当然 谁都有放不下的过去 谁都有无法原谅的点 但有时候我们总是吞不下这口气 因此与人产生摩擦 然后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与代价 还不见得会议 事后想到一次 弃一次 何必呢 何苦呢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至扰之 很多的麻烦 很多的不愉快 往往都是自己造成的 我们透过这部好电影 去体会这份道理 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 用智慧去处理事情 不要用情绪去解决事情 事情会越弄越糟的 要知道 人生苦短 不要把时间精力 都花费在争吵上 身边应该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才是 如果发生事情的当下 就设下了停损点 那么很多后续的争吵 就不会发生了 您说是吧 好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份包容 多份体谅 世界才会更加的和平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影片不错 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留言讨论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想知道关于本频道的更多动态 可以到FB的粉丝页逛 感谢观看